我要特别要来介绍一位讲员 那这位讲员呢 George Girl很多人听过 她也来过我们这里来分享过 那她真的是 我认识的很多基督徒的前辈里面 我非常欣赏觉得 哇又有才华 然后呢字句都非常的朱击 然后呢非常聪明 然后但是呢 又双职侍奉在礼拜堂里面当长老 所以呢我们今天非常的荣幸邀请到 东湖礼拜堂的黄志敬早老 她也出了两本书 然后呢她两本书里面充满了创意 我们团队常常采用里面的智慧 除此之外 她也是创意广告公司的 董事跟总经理 那么呢我们今天的Hope 还有Hope Nation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黄志敬长老 哈利路亚 我们坐下来的时候 跟旁边人说 很开心一同敬拜 请坐 感谢主 我刚才在问童工 Eva说 为什么Pastor Juni问 第三堂 就是第三 其实是第三堂 两点的聚会是她最期待的 我说为什么呢 她说可能是因为两点后面不用赶场 所以讲员都讲比较轻松一点 放得开 然后Peter牧师好像也是在最后一场 就是两点这场聚会 通常讲的就是会更多更多 对 其实早上第一堂的时候 因为是中英文对照 所以是要压缩一点时间 第二堂我就感觉 比较没那么压力 因为反正那个午餐 要吃不吃 已经差不多是在那边了 就是这样讲 那我感觉 我肯定不会讲到你们吃晚餐 好 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的题目 叫做在一起的宣言 什么叫在一起呢 我们常常跟一个人在一起 我们都会在我们的FB或IG 发出一个动态 我跟谁在一起了 好 基督徒最重要的在一起 就是你要跟谁在一起 你要跟我们的主耶稣在一起 那这是要一个宣言 它也是一个以示 它也一个宣告 而在一起里面很多时候 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是 在主耶稣里面 在基督里面 在神的里面 我们常常用这个在什么里面 跟主在一起 所以要比如说 刚才我们看了那个见证 说我想要更多的与主同在 当我们想说 我们主与我们同在 或我们敬拜说 主你的同在真的很好 我们在基督里面 What does that mean 就是实际上的意思是什么 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 到底我们说在主里 是什么意思 我确不确定我在主里 为什么我要在主里 我在主里要干什么 我不在主里会怎么样 大概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 而这个经文是来自于 哥罗西书 打开你的圣经 打开你的手机 或打开你的眼睛 也可以看荧幕 哥罗西书一章九到十四节 总共六节的圣经 我要分三段来跟你们分享 然后你们如果可以看 圣经是最好 把这个经文 神的话语记在心里面 我相信上帝一定会透过今天 祂自己的同在 祂自己的话语 成为我们的帮助 好 准备好了吗 我们来祷告 耶稣谢谢你 两点的聚会 是主你要祝福的聚会 在时间之内 时间之上的神 帮助我们 让你的话语传讲的明白 因为主你自己说 你的话语一旦被解开 不再被捆缩 带来的是建立和医治 带来的是安慰和启示 主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 谢谢主 我们这样恭敬 欢迎圣灵的工作 与基督的同在 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Amen 哥罗西书的一章九到十一节 九十节 我先念给各位听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 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物性上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好教你们的行为 行事为人对得其主 凡事蒙他喜悦 在一切善事上结果之 渐渐的多知道神 OK 写这本书 这本书叫哥罗西书 是保罗弟兄写给哥罗西书教会的一本书 他在写的时候 他同时有另外三本书 腓立门书 腓立比书 伊佛索书 和这一本书 同称为监狱书信 意思是什么 他在被监牢的时候写出的书信 第二 他是在写作的背景 我怎么样 他在写作的背景当中 他是被监牢的 也就是说他不是在一个自由的意识状态里面写这个信 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教会 哥罗西教会不是他亲手建造的 是他裁判了一个同工去建造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信里面的开头 他却一张 我们现在都读第一张 他除了问候以后就直接right to the point 告诉他们说 自从我们听见的日子 我们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 要祷告什么呢 让你们可以在一切的悟性智慧上 满心知道神 而且渐渐知道神 这样的知道神就是叫你们可以行事为人 怎样 对得其主 哇这个message很强烈 想一下这个context 想一下这个脉络 我这是第二次来聚会 我去年来过一次 今年来过一次 感谢主我们今年两个礼拜后 我们会邀请皮特牧师到我的教会 东吴礼拜堂去讲道 感谢主 他没有去过 他去过 他唯一在东吴礼拜堂认识的就是我了 这个就有点像这个脉络 保罗派一个同工 那个同工叫伊巴佛 他是唯一在哥罗西教会里面的联系人 他唯一认识就这个了 然后可是他没有 他给了个message是说 教会的人 有点像皮特牧师 唯一认识我 两个礼拜后他要到我那边 他说教会的人 弟兄姐妹 你们要对得其主 一开口就先讲 你们要对得其主 言下之意好像我们之前 对不起主 叫你要多认识耶稣 见见耶稣 认识神的旨意 好像我们之前 不认识一样 叫你满心之道 好像我们现在只有半心之道而已 叫你渐渐的多多完全之道 所以你看 这个处境不容易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第一 写作的人很有信心 保罗不怕得罪人的 他们要赢得人的欢喜的 他很怕得罪神 他也不知道写了有没有功效 但是他写了 今天盼望我们今天也有 另一个是写信的人有信心 第二个是阅读和接收者的人 也很有一个信心 知道这个信息是为他们而准备的 我们再一次的把自己的心预备好 不管你明白不明白 领会不领会 神是做心事的神 神可以做心事 不管你是被逼被骗 在线上不小心转到的 准备要离开的 这个信息是为你而预备的 你一定要向神说 主啊 让我听到你的声音 让我知道我在你的里面 所以这个经文的前两节 是讲这样的背景 你要知道 保罗跟这个教卧并不熟 但他有这样的信心 在后面两节他讲得更严肃了 我念给你听 11节到12节 照着他荣耀的全能 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 好教你们凡事 看这个重点 好教你在凡事 欢欢喜喜的 忍耐宽容 又感谢主教我们能与众圣徒 我们都是众圣徒 在光明中同德基业 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 就是这样读过去罢了 你大概很难明白 众圣徒光明中得基业 到底得什么基业 不知道 在光明中 大概是光 就是光 光明中 做事光明磊落 大概是这种感觉 保罗给教会的一个教训 今天也给我们一个教训 他并不是对这些人 多有期待 多熟悉 但他对神很熟悉 所以你知道 他写这个讯息的时候 他正被奸 正捆锁之中 正没有自由 他哪里有资格 有立场 有条件 可以说这个好像得着一切能力的话 他说 你们要多认识神 因为照着荣耀的权能 就可以让你们各样力上加力 翻译就是什么呢 一切得着一切的能力 一切的能力 一切的能力 就everything 然后他讲这个很吊诡 他说你要得着一切的能力 不好意思 我被关 要得一切能力 不好意思 我不能看你们 要得一切的能力 我还在忍耐当中 而且不仅 这个是一章 你往下看 因为这个哥罗西书 只有四章 Chapter 4 很容易看的 二章三章 他更讲到说 如今我在捆锁之中 我要所受的苦难和痛苦 是要补足耶稣基督 所亏欠的缓难 他说这个苦 我要补上的 我苦 我不仅苦 我还是欢欢喜喜的受苦 可以告诉各位 这个一个从来不认识的牧师 跟你讲说 嘿 弟兄姐妹 好好忍耐啊 但是要开心的忍耐啊 而且我现在被关 我也在忍耐啊 我的受苦还不够 我还要再补上 还会再更苦的啊 没有教会喜欢听这种道啦 第二次就没有 要请他来讲了啦 是吧 不是说好了吗 福音就是平安喜乐吗 不是说好 福音就是爱与欢愉吗 怎么会有受苦呢 而且是什么 凡事都要 欢欢喜喜的 受苦 忍耐宽容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神经病 又要忍耐 又要欢喜 叫我欢喜 叫我忧 大概就这个意思 保罗的信息 这么有底气 我们一定要学习 保罗所相信的 跟我们所相信的 中间到底有什么差异 为什么他认识的主 跟我们认识的主 差这么多 为什么他跟主在一起的宣言 和我们在一起的生命宣言 差这么多 最终后面两节 就是第六节 十三到十四节 这个人在捆锁之中的 圣徒保罗还说 神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什么 爱子的国度 把他这个重点抓住 爱子的国度 我们在爱子里就可以 得蒙救赎 罪过得以赦免 各位 爱子是指谁 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重新再念一次 神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 耶稣基督的国里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得蒙救赎 罪过得以赦免 对不对 因为爱子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来做一个 很简单的替换 跟着我这样做 福音就是耶稣基督 你要先确定一个事情 福音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这是希伯来书说的 希伯来书说的 这是在哥罗西书里面说的 我们所传的 就是耶稣基督 祂本身那好消息的源头 福音就是好消息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好消息 就这么简单 但是我们常常 活不出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希望有好消息 但我们好消息 并不是耶稣基督 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都知道 耶稣等于福音 福音就是耶稣 耶稣就是好消息 我们都需要好消息 但我们要的好消息 常常不是耶稣 我们要耶稣以外的东西 这个就是第一个露线 我们讲在他里面 其实我在他外面 今天题目在一起 你不可以说 我跟你在一起 但我心在外面 不可以 不可以 这边经文讲的是 迁到他爱子的国度 为什么用迁到这个字 动词 意思就是从一个地方 搬到另一个地方 在他里面 所以你要记得 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跟众教会 包括今天的弟兄姐妹说 如果你要生命得盼望 你要真正认识福音的源头 你要搬家 你要从原本的地方 搬到耶稣基督的国度 第二 你要搬进去 住在他里面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不管你信主 什么会派的 灵阳派 福音派 是唱英文的 唱中文的 都一样 你如果你的信仰 没有从原本的地方 搬到耶稣基督国 没有住在他里面 那么 你跟这个福音 好消息就没有关系了 太可怕了 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原来跟他在一起 我们讲说 在一起 在一起 第一个叫什么 要在他里面 你要跟他同在 如果你离开是没有的 你要先记得这个 好 那我们都知道 对不起 有人知道这个讯息 而且帮我们翻译得很好 这个人大家都认识 可能你对保罗书信 还不是这么熟悉 但是你一定对这个人很认识 他就马丁路德金恩博士 听过他吗 有 他同样的概念 翻译给你一次 什么叫做爱子的国度 住在他里面 很简单 他翻译得很好 诠释得很棒 我念给各位听 他说 黑暗无法驱逐黑暗 唯有光可以 仇恨无法消弭仇恨 只有爱可以 我就这个意思了 也就是说 大部分人信主不信主 同意都会同意这句话 就是黑 没有办法赶黑 没错吧 只有光可以 恨没有办法再驱逐恨 只有什么 爱可以 所以有两个字很重要 金恩博士告诉我们 爱跟光 是我们生命的重点 而你知道 基督徒跟一般 不是基督徒人 都会同意这句话 唯一的差别就在这了 听好了 唯一的差别就是 那谁是那真光 什么是那真爱 这才是重点 对吧 大家都想要光 不想在黑暗 大家都想要被爱的感觉 活出真的爱的感觉 但实际上就没有真光 还在黑暗 没有真爱 就失去爱的能力 对吧 所以神说什么呢 保罗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 住在耶稣基督里面 爱子就是耶稣基督 你们要住在爱里面 因为他就是光 因为他就是爱 就是解释了 马丁路德的看法了 很简单的 所以光和爱的关键是什么 必须在耶稣基督 就是他的爱子里面 不在这里面产生的光和爱 都是假的光 假的爱 你说 这个讲话怎么这样子 很毒 人家也是很爱 小爱 那上面有个电台叫大爱 知道 但我不是在比较大和小 我讲说 那爱的源头 是耶稣基督 因为圣经上说 耶稣是光明之子 在他毫无黑暗 所以如果你必须要先知道 你有没有在他里面 就是你有没有感觉 有真的光 有没有真的爱 而基督里面 有给你 你现在用问他 那个checkGDP 你问checkGDP说 今天早上 今天下午我听牧师讲到 说耶稣基督等于光 等于爱 prove it 证明他 他就跑很多经文 或者是不是经文的告诉你 那我就在跑一个简单的告诉你 我就是没有跑GDP的 我就是直接跑这个哥罗西书的 为什么要呢 我告诉你 因为神的本性一切丰盛 都怎么样一起念 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 神是很丰盛 但你没有看过神 神却借由耶稣基督 将所有的丰盛 都放在耶稣里面 所以你一定要在耶稣里面 这就为什么真和光 自在里面 各位我这叫presentation 我出了两本书 一个叫神提案 叫完提案 神提案买不到 完提案还可以卖 赶快去支持一下 讲presentation presentation的老师 一定会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讲话的讯息内容 一定要什么 具体化 具体化的英文就是 embody your message 你要embody your message 要不然你的 你的那个讯息 好像是很软弱的 没有embody 不具体 所以神我们看不到 他却派一个 看得到的耶稣基督 神说我所有的奥秘 都在耶稣基督里面 而且有形有体的 活在你们当中 所以各位 这就解释一个事情 我们的信仰不是神秘 我们的信仰是奥秘 奥秘不等于神秘 神秘只是希希 奥秘是伟大 你要了解这个事情 神秘是希希 奥秘是伟大 神秘希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 你拜的是谁 有时候这样可以 那时候可以 没有原则 没有标准 没有属性 没有方法 不可以学习 不可以捉摸 有没有这样的神 有 但是那是神秘希希的神 我们不是 我们敬拜的是什么 奥秘的神 奥秘是将他一切的丰盛 带到耶稣基督里 所以唯有你在耶稣基督里面 就可以领略他一切的丰盛 各位奥秘虽然难懂 但一懂了你就说 原来是这样 那叫奥秘 神秘就是 下一次 神秘 所以记得 今天你们不管听到什么 华语不好的 好的都可以背起来 神秘是希希 奥秘是伟大 神将一切的奥秘 放在耶稣基督里 这就是为什么 你一定要活在耶稣基督里 如果你要了解 所有一切创造的丰盛 而且是有形有体的丰盛 必须在 耶稣基督里 很多人不懂了解这个关键 福音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是福音 福音是好消息 好消息就是耶稣 但是很多人只要 好消息不要耶稣 那你不可能拿到 真正的好消息 就这么简单 我们先把这个逻辑 先建立起来 第二个为什么 一定是要 关键一定要在 耶稣基督里面 因为神的奥秘 就在主耶稣里面 所以他在实际上 所做的一切和平的工作 透过你们刚才 你们刚才有领 那个饼盒杯 对不对 领盒杯在我们的教会的时候 因为我们教会人 没有那么多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 这样教给他 这是耶稣的圣体 这是耶稣的血 这是耶稣的身体 这是耶稣的血 我们每一个人 就会告诉他 然后他拿到的时候 他知道这是耶稣的身体 这是耶稣的血 他喝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这就是因为他为你死 然后你进到他里面 然后我们就成为他的生命 他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的 这个叫做和平之子 以后就是 谁遇到我们 都是要成为和平之子 因为我们就是和平 我们已经跟神和好 我们已经跟人和好 这样的生命 透过一个仪式性 就是刚才你们所领受的 那复活全能神的生命 要进入到你生命 听起来很抽象 等会儿会具体 这先你先理解 为什么我们要讲在一起 在基督里的原因是这样 你要先记得 不然你所领吃喝的 是吃喝自己的罪 你没有再吃喝神的生命 你透过这个仪式 可以进入到基督的生命里面的 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在基督里面 是多么多么的重要了 那么如果一定要在基督里面 那么我们问 我们该在基督里面 怎样在基督里面 在基督里面做什么呢 所以好 跟各位介绍一个词性 叫做戒系词 在什么里面 就是戒系词 透过一个生命 简单的应用 你会发现 今天所听得到 跟你每一天的生活有关系的 可以有关系的 很多时候人很多听到 特别是两点的聚会 可以讲长一点 意思是这样 我把它讲细一点 很多人都觉得 我来听一个道 我一定要得着 那你怎么定义得着 就是我第一 我听得懂 第二 我可以马上用得到 第三 刚好是我的处境 第四 你怎么知道 我的处境是什么 大概就是要 这种一串的联想 告诉各位 从今天开始改变一个 新的方法 听到 你听到的时候 你向神祷告 主啊 我知道你是做行事的神 我已经预备好 一切 我还不能领受 但即将领受的讯息 真的 福音原本就是耶稣 在基督里 我们举几个例子 来给各位听 第一 我们举个例子 你一定常说 我就在你生命里 我就在你的心里 有没有 我们常常跟那个儿子说 儿子要出国了 说 爸爸想你 你在我的心里 什么意思 就是表示我们真的很想他 真的把他放在心里 对不对 我没有办法对 不好意思又是你 我没有办法对一个童工 童工 哎哟 我没有办法跟童工说 哎哟 我今天才见到他 刚才上一台 在跟他做示范 哎哟 你在我心里 讲这个可以讲 但是他一定觉得 嗯 一定是这样 我又不认识他 我们中间没有来往 没有情感 你知道我心里 是什么意思 顶多就是 有一点暧昧而已 就这样而已 你不会有其他的 更好的解释了 你懂我意思吗 同样的放在 你在神的关系里面 你跟神说 主啊 我要在你里面 你觉得主会怎么说 主会说非常开心 但是主会马上知道 你到底跟他 阿姨有没有来往 主马上知道 哦 哎哟啊 你在我心里 那哎哟说 嗯 没有 嗯 应该 好 OK 你知道 主也会无奈的 你知道吗 你常说 主啊 我在你里面 主说 嗯 嗯 哎呀 主也会无奈的 所以第一个说 我们在谁里面 我们在你里面 第一个就表达 我们真实的情感 而真实的情感 必须有相遇的经验 我必须要跟他 我必须要跟他交往 我必须跟他 对吧 我们对我们的情人 对我们所爱的人 才会说 你出国三个礼拜 或许好像三年 像那个Pastor Junior 说在外面 敬拜很想这边 为什么 因为这个教会 常常在他的心里 是吗 对 这是彼得可以写说 保罗可以写说 我虽不常在你们当中 但是我听到的日子 就不停的 不断的为你们祷告 你们常在我心里 这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常常 彼此的带导 彼此的交通 弟兄姐妹 不是这个事情 跟你的家庭有关 跟你的事业 你讲这句话 说孩子你在我心里 老婆你在我心里 用同样的心情去想主 主啊 你常在我心里 你只要能讲得出 多少分 真切的情感 那就代表 你在主里有多少分 就这么简单 神学一点都不难的 因为我们常常讲说 你在我心里的时候 我们大概都知道 那是一个客套话 爱你哦 是吧 第二个我们常常讲 会讲什么话呢 我们在生活里面会讲说 这边这个博物馆很大 我们各散开三十分钟 等一下在博物馆的一楼见 我们会不会说 在一楼碰面有没有 所以在哪里碰面表示什么 地点 位置 你讲好导游就要一楼跟你碰面 结果你就要跑到七楼 你就碰不到导游 就这么简单 没有对按错 就是不对的时间 不对的地点 弟兄姐妹 你跟主相遇 要有正确的时间和地点 什么是正确的时间和地点 你知道吗 就是固定要认识他的地方 每一个神都有遇见 好比说我什么时候遇见神 我年轻的时候遇见神 还有什么时候遇见神 我每天早上遇见神 你在什么位置 我在商场的位置 你在什么位置 我在职场服饰的位置 所以我可以接触那些生意人 跟他们讲福音 用他们听得懂的话 这就是神量给我的位置 就是我认识神 在基督里面的一个相遇 而认识神经历的一个方式 所以当我们讲在主里 你要知道你的位置 知道你的时间 你在哪里服事 你的原生家庭不要再抱怨了 我爸爸为什么不是某某人 感谢主 那就是神量给你的位置 这就是在那个位置来经历神 那个地方 好好的经历神与你同在的位置 所以当我们说在你心里 当我们说在博物馆里面 当我们讲一个地方时间的时候 就要指认耶稣原来 在那个地方可以跟你相遇 一定要记起来 所以你会非常的谨慎的去讲 观察你的环境和你的挑战 因为你发现这么大的困难 这么大的处境 都没有发生在别人身上 在你身上 你就说主啊 这是我的位置 这是我的时间 我在你里面 你不会再过一个两层皮的生命 你不会有困难来找神 因为你根本没有离开过神 或者是你一直找神 但是其实你根本也没在神里面 是非常有可能的 记得 当我们讲在你里面的时候 我们会常讲一句话 他比如说 House meeting 今天会开怎样 很烂 开四小时 在没有结论 在冲突中结束这个会议 有没有 我们常常讲中 这个House meeting 明天很差 老板不知道在讲什么 开了四个小时 或者说 吵翻了 客户吵翻了 就不喜欢我们的提案 常常就是没有一个合一的想法 在冲突中 什么叫在冲突中 什么在冲突中结束这个会议 我解释给你听 这就指测你的信仰 告诉各位 喜欢不喜欢 你喜不喜欢老板 喜不喜欢这个客户 你都会把这个会议开完的 你同意吗 对啊 只是冲突而已 意思是什么 为了一点钱 为了一点工作 你都会忍受那个会议了 这就是我解释我们基督的生活 哭着笑着闹着 继续开完跟上帝的会议吧 你可以不同意上帝的 不要离开会议 上帝有会议跟你开的 你有很多人生的议题 要摆在桌上 跟神谈判 没事的 尽你的能力挑战上帝 圣经上的圣徒 每一个人都挑战过上帝 你知道写这封信的保罗 他曾经遇到大光的主 他说什么 主啊 你是谁 他在大马社追赶那些基督徒的时候 耶稣说 用大光照了 照瞎保罗 记得这个故事吗 那时候他名字叫扫罗 他被这个照到的时候 他已经瞎掉 他问说 主啊 你是谁 这是很奇怪的奇妙的问句 就好像是 哎哟 What's your name 主啊 你是谁 他明明知道他是主 他问他说 你是谁 今天你不同意 你的人生跟主 有很多不同意 不协调的 把这个会开完 因为你就在会议当中 可以经历主 如果我们开一个会 提个案 赚一点钱 都要忍受了 我告诉你 你觉得你忍受上帝 上帝忍受你更多 他都愿意陪你走完 这个人生的会议的 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如果 承凤过来就知道 原来我们可以这样子的 过我们的信仰生活 在冲突里面 也可以开完这个会议 神仍然同在 再来 我们最喜欢讲一个 很罗曼蒂克的说法 就是让我们在雨中相遇吧 对不对 讲这个话都很浪漫的 牵起小手 想到是爱人的脸 对吧 可是刚刚好 那天你跟爱人吵架 所以在雨中相遇 就变得不是很好 你就会觉得 哎 Anada 我这个雨伞 这个一直弄到我这边 弄过来一点 这个就比喻到 你对神的信仰 在雨中相遇 能不能有浪漫的感觉 也就是有些人信主 信得这么的浪漫 动不动说 主我爱你 主我感谢你 在痛苦里面 就像保罗一样 已经被监禁捆锁了 他还说 凡事要欢喜的忍耐 好甜蜜的感觉 他跟神很甜蜜 好像在雨中相遇 我告诉各位 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不对 你跟神走在雨中 只不过就是淋雨而已 你跟神的关系 相对是爱的感觉 你淋雨还是觉得很浪漫 同意吗 这就是福音的介细词 介细词告诉我们的方向 时间位置 它带来了行动 结果和转变 我们一定要认识 福音的大人 原来是在我们 每一天生活当中里面 都可以做出来的 所以我要教各位三个秘诀 也不是我教 就是上帝启示 上帝有可能有三亿个秘诀 我们今天谈其中的三个就好 如果我们觉得 我们在上帝的爱里面 那我们一定要先学习 辨识我们在他里面要做什么 first of all 你要知道你在他里面 然后才决定要做什么 各位很重要 你不要先做了什么 才查你有没有在他里面 这个顺序不能搞错 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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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一件 发现说 我们在他里面 有没有白做 所以你要先在他里面 然后做所有的事情 才有价值 好 如何在他里面 生根建造 这是一个经文 是在哥罗西书的二章 它说你们应该 在他的里面 生根建造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生命 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 变得不一样 好 first of all 你怎么不一样呢 因为神要知道 神是派了耶稣 成为他的真相 这个翻译得很 He is the true image 耶稣就是一个真相 什么真相 那不可以看见的神的真相 神看不到 他怕你看不到他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跟随他 所以他派他的爱子 让他成为一个具体 可以跟随的 所以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在他里面呢 很简单 就是你有没有跟随他 有没有像他一样 英文解释得很好 就是像他 你知道吗 我们刚才讲说 为什么有人的信仰 是神秘兮兮的信仰 不是奥秘伟大的信仰 你知道吗 因为他没有可以跟随的 有没有工具可以跟随 神是成为一个具体的东西 可以跟随 所以英文说 like a father like a son 对不对 有其父必有其子 儿子可以学爸爸 我们可以看着我们的父亲 决定学习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第一个 像他的样式 模仿他 他怎么说话 耶稣就是那看不见神的样子 成为在我们的当中 你说抱歉 长老 我们现在在2023年 我们这边看过耶稣呢 有的 圣经上有说 若我们可以爱那看 若我们不能爱那看得见的弟兄 我们就不能爱那个看不见的神 圣经上也有说 若你帮补一些弱小的弟兄 坐在最小的弟兄当中 接纳他们 你好像接纳了主耶稣一样 意思是什么 你的家庭和谐 工作 痛苦 忍耐不下去 遇到一个人 真正想把他贬死的那种时候 就是耶稣向你显现的时候 坐在你的眼 忍耐 凡事欢欢 喜喜的 宽容 忍耐 耶稣就在那里 与你相遇了 这不是神秘 这是奥秘 因为神秘是稀稀 奥秘是伟大 你一定要把这个常常 那你就常常做这种心思意念的转换 我可以告诉你 你就在搬家了 你就从原本的位置搬到爱子的国度里 你从那个苦读和羞愧里面 进入一个永恒 原本看不到没有价值 就因着你在耶稣基督里 说事情变得有价值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他真的是一个真相 第二个 耶稣是一个创造者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他里面要做什么呢 可能大家不知道的件事 他是创造者 在经文里面 今天我所用的经文PPT 都在哥罗西书一二章 一二三四章 里面都可以找得到的 我引用的所有的话语 都是哥罗西书一章 二章 三章 四章 都会解释到 只是因为我 如果要念完 你们就会 就觉得好像很多经文 其实都是 这边在讲说 爱只是那个神 原本看不到的 他让你看得到 爱只是创造者 创造者非常重要 因为所有都是他创造的 同意吗 不承认主的人 也是他创造的 他不仅是创造主 他也是创造的意义 他也是创造的目的 所以经文说得好 他说所有万物 都是靠着他造的 借着他造的 为他造的 他是方法 他是目的 他是手段 他是意义 所以你所有的意义 找不到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知道 原来你的意义 不是从你自己开始 是从他拿来 我们这么多人 这么多辈子 都在寻求什么 identity identify who you are 我们刚才唱那首歌里面 有一个说 我是借过你来告诉我 我是谁 对不对 耶稣 耶稣就是定义 你人生的那个主 你一直用你自己的方法 来identify who I am 那么很痛苦的 你以为你找到方案 其实你没有找到方案 因为你问错问题 你不该问自己 应该问耶稣 who I am 耶稣定义你 不是你的爸妈定义你 不是你的社会 什么教练定义你 不是的 那些给的目标手段 都不是的 听好了 我弟兄姐妹 亲爱的家人 我们又在主里面 是主来定义我们 所以祂是创造主 祂也是一切创造的意义来源 所以你看看周边 你想想上个礼拜 想想下个礼拜的行程 想想你活到18岁 28岁 38岁 所经历的一切 在环境中 都可以指认上帝的同在 你说没有 我很不顺的 对 不顺的人 若谁在那 不顺的里面 向主大声的哭腰 神就显现祂的同在 很多时候 我们连哭腰的勇气 都没有了 我们不敢开口祷告 我们觉得我们开口祷告 不够圣洁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都是很难处 我们很多羞愧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 没有能力 以至于我们不够 可以站在神的面前 我可以告诉你 那是撒旦的谎言 他们就是要你 觉得你不配 我告诉各位 我们今天把答案 说清楚了 我们都是不配的 才来到这里 真的 弟兄姐妹 在主里面 只有一个秘诀 就是随时都知道 他是创造主 所以不要把这个创造的意义 看得太小了 任何工作都有创造性 你说哪有 我是抗家 我什么创造性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学问大了 对不对 举个例子 起初神创造天地 创世纪一章一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 神亲自用创造成为 我们认识祂的方式 创造本是工作 但是工作的问题 不是为了要解决 问题也不是 创造是要显出神的美好 你就是祂的创造 你不是难题 你不是trouble maker 你不是困难的题目 你不是一个 让人家头痛的 你是上帝美好创造的结果 那你不能一直 搞鸡汤 心里鸡汤 一直这样洗洗洗 洗不过去 因为你在每一天工作 你就觉得自己很衰 你觉得你自己的生活的资源 没有可以跟上这个信息 所以我只能在星期天 听那个道 然后星期一就软趴趴 星期三姐已经快死了 星期五赶快来参加小组 为什么 因为你们就是没有在 主理跟主外 如果你什么都是主理 你逃不了了 你知道吗 在他里面 基本上是个假议题 因为所有的都是 他的 你还有在他外面的机会吗 没有 可是你自己不知道 那撒旦就骗你 你现在在外面 你是迷途羔羊 我常常去做福音见证 去带人信主 很多朋友知道 因为我很会讲 讲到后来他们就说 我讲不过你 我没有讲过你 我说拜托弟兄 我是爱你 我真的因为我自己从那边过来 我真的希望你如果改变的话 你生命不一样 他说你不知道我多坏 我说我知道的 我有打听过 害怕的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多坏 那个是真的可怜 弟兄姐妹 我们都有很大的困难的 我看到最近社会事件里面 有看到很大的困难 我们为那些受苦的 在羞愧里面的 在难过里面的 在后悔里面的 我们要为这个社会祷告 真正的饶恕 一定要在光众和爱里面 真的 当你明白这个真道 我们就会觉得 我们这是蒙恩的罪人 有福的一群 真的 如果我们在环境里面 我们最常想说 在环境里面了解他的创造 何一一 你就会知道 那你就可以 明白创造 你就不会在自我中心了 你不会在自我中心了 你就会享受他 而且指认一切的问题 压力 解决方案 都是他 你不会只有求你的 告诉各位 你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你要煮饭还是要煮饭 你要找 找这个写履历 找工作还是要做 但是这个顺序有差别 先确定在他里面再做这一切 这一切都有价值 其实你要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模一样样 该洗碗 该洗碗 该健身 该健身 该打针 该吃药 但是 若你在主里 你会指认这一切 先归神 主要帮助我 让这个效 让这个药物替我效力 主要帮助我 让我少吃两碗拉面 你任何的事情软弱 都可以指向耶稣的 都可以的 那这个要训练 这个要练习 因为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 只有在这样的处境 和环境 才能在主里 我们去到社会 不相信人的群体里面 我们很容易 就没有办法觉得 他们也不唱诗歌 他们也不说阿门 当我说感谢主的时候 我好像很奇怪 像外星人一样 对不对 将荣耀归给主 没问题的 你不用说这些 你也可以将荣耀归给主 你可以说这些 也可以将荣耀归给主 因为都在祂的里面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事情 否则你很难 好 最后一点 耶稣爱子 是复活者的生命 什么意思呢 就是祂的保险 十字架的保险 带来和好 和好 和好非常重要 人和人可以和好 人和神可以和好 这就是十字架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真的在里面 你就会带来一个和好 什么和好呢 接受保险 就是和平之子 接受保险 就是你在主里面的在场证明 所以如果你真的在里面 你就会有五个印记在你身上 五个行动在你身上 好好地理解一下 什么在主里 第一个 如果你在主里面 一定会受 属灵的割离 你说我们现在已经不用割离了 我知道了 知道 这是圣经上说的 去翻译下哥罗西书 你会受属灵的割离在主里面 什么意思呢 不要再爱那过去的罪了 割离的意思 原本是在旧约的时候 人有那个 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 说神颁布给他们 所有以色列人 第八天都要受割离 男子 而上了这个 出了埃及以后 他们到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称为吉甲 就是受割离的地方 吉甲的原文意思就是 今天羞辱从你身上出去了 罪带来的不是只有惩罚 罪带来的后座力 最强的就是什么 羞愧感 我们常常有羞愧感 今天如果你在主里面 不要在这个羞愧感 控制遥控你了 你让这个属灵的割离完成 不要再有羞愧感了 我不知道你是经历什么事情 但是今天如果你听到这个信息 你向神祷告 主啊 我因着领受刚才的保险 我迎受隔离 这些不再成为我的羞愧 凡事都是新的 第二个事情 如果你在主里面 你一定要受洗 很多人受过洗 很多人没有受圣灵更新的洗 受洗的意思只有一个事情 就是不再依靠自己而活 就这么简单 受洗的意思只有一个 就是在众人面前说 我不再靠自己而活了 我没活了 我靠我的主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知道很多人很喜欢 听上帝的话语 但是迟迟不能在教会里面受洗 刚才不是有看那个受洗见证 对不对 我常常带很多朋友来信主的时候 他们说 我 我 我等我爸妈走了以后 我再醒 我是传统家庭 我说好 后来我都常常用一个例子给各位 我也鼓励线上的朋友 我们实力的朋友 如果你还没受洗 但是你已经认识主一阵子 跟主交往了 在主里面必要的一定要受洗 什么意思呢 所有打足球的人都知道 足球 盘球 盘球是基本动作 不同的假动作 盘球 好像踢这边踢这边 很厉害 盘球动作再美好 最重要是什么 射门 如果你不受洗 你就是一直在做盘球 射门不要 诶 传回 很好 射门不要 要射门 受洗 是 决定 不再依靠我自己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难吗 因为 我们都觉得靠自己比较有把握 你也许口头不会这样说 你的灵里面就是这样想 你的祷告 你的认识 包括你对于受洗的决定的回应 已经告诉了我 你是想靠你自己活 对 不是很多牧师愿意讲这个 你要受洗 刚才我们第一堂的时候 第一堂 第一堂 我们在呼召 有没有人要信主 我今天的感动特别是 不是只要信主举手 你要受洗 有没有要受洗的 后面有一个人举手 第一堂 早上英文堂的时候举手 我看他举手很开心 我走下去 跟他祷告 一个高中生而已 外国的学生 英文堂的 他很可爱 他问我说 因为我跟他祷告完 我就要走了 我准备去休息一下 下一堂 他问我说 Pastor 我什么时候可以受洗 他以为举手完 等一下就要去洗 你知道吗 我说 很好 你很有信心 会有人跟你联络 所以后来我想 我要问你们要受洗吗 等会我会问同样的问题 盘球盘了半天 就是为了要设门 你在躲避再久 你有再多的理由 我都知道 那个就是盘球 看起来是非常华丽的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最终 这叫做直球对决 你要有一个 大人版的直球对决 就是我决定 在众人的面前 放弃我自己的权利 我不再靠我自己而活了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 这是一个很难做的决定 这是一个突破新房的决定 但是那是确定 你在主里面的决定 你一旦做这个决定 你在主里面的 好 你受洗 我刚才不是看到里面 也是受进尺吗 受洗 同死同满脏同复活 我们谈一下一起死 你要受洗 就是经历一起死 跟神一起死 告诉各位死是很痛苦的 十字架上 我们现在女生在挂十字架 那个tattoo 磕十字架都很酷 很痛苦的 show room 肉身的痛苦 你要想神是全能的神 一丝不挂的挂在那木头上 血腥 臭味 如果你有真的去过 那个圣地 你看那个环境 你去看一些纪录片 到现在仍然有人献祭 一丝然叫他们献祭 这是窄羊 窄牛 那是血流成河的 挂在木头上 血要流到肝 痛苦 这个钉横手 痛苦 死亡是痛苦的 不要美化了死亡 死亡是痛苦的 你说我们受死 要经历这个死 我可以告诉各位 现在最好练习 想象死亡的痛苦 因为你不接受耶稣基督 你就在永死之中 很多教会不敢讲这个了 都觉得是爱 mercy tender forgiveness that's right 可是如果你没有在主耶稣里面 你就在永死的里面 非常痛苦 所以为着那个痛苦 我们今天大声地说 得罪你们的说 赶快来信主吧 如果你这么爱一个人 你会为他每天祷告 不管你得罪他 不得罪他 就像保罗 为了他不认识的教会说 你们要多多认识主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来寻求那真正永恒的 我们都是得罪的人 我们都是 谢斯路易斯讲得很好 耶稣基督在史上里面 他只有三种可能的身份 第一个就是他是疯子 他疯了 一直讲自己是神的儿子 他疯了 第二他是史上最厉害的骗子 骗到我们今天 所有人为他流泪 付上所有的代价 我们去马来西亚 看那个宣教室的墓 带院长他带我们去看他们的墓 他们的grande 他们好几代的墓 我说有大的墓 也有这么小的石棺墓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孩子 在那边等于疟疾就死掉了 前不后继 也要不是疯子 也要不是骗子 今天我们还在举行一个骗话大树的聚会 就这两种可能 要不就第三种可能 他真是神的儿子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直求对决 信仰从来不是随随便便的 有人付上代价的 那个人名字叫耶稣基督 他在实际上为你死 他忍受原本是上帝的丰盛成为肉身 成为那贫穷羞愧的 有限的躯体 却让我们得到完全的丰盛 所以在一起死的时候 就会痛苦经历他的同在 我们要跟他一起死 但是不是只有死 如果只有死 我告诉各位 如果只有死 我们这一生解脱了 Let's party了 真的如果只有死 死后都没有审判 死后什么都没有 来今天要怎样就怎样 真的 要怎样就怎样 死后都没有审判的 死后有审判 没有人要讲这个了 教委不讲这个了 怕得罪人 在多元的主义里面 就觉得好像你们都很阿爸 就说你们的神才是唯一的神 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主啊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 那死后有审判 我们在当中的人 都经历过这个 死去埋葬的意思 就是我们受洗的人 我们是与属同死 同地之下 同死 同埋葬同复活 埋葬很重要 各位埋葬很重要 埋葬是完全定在土里面 你没有感觉了 你不可以是活一半死一半的 你不可能的 那很痛苦的 你知道吗 我一个牧师拜过一个生前 生前那个 生前告别式 对 他就想下他的那个会友 你知道吗 我一个很好朋友 他就要 他选一个主日在办 你知道吗 他都没有告诉他们其他的人 然后就忽然就 挂了那个牧师的那个像 就很像那个告别式 那个教会也算人数不少 有些人 当然不是每个礼拜来 就没有听到说 下个礼拜要办这种特别的仪式 所以人家就以为 牧师真的挂了 走进来就发现不同的人 那个牧师跟我讲说 很好玩 你也慢慢看 我说什么 慢慢看 他说你慢慢看 你会发现 人看到你的像 会什么反应 有的原来看到 看到牧师 我才一个礼拜没来 牧师 这是真的爱我的 有的是来 就干嘛 牧师 不是走了 怎么走的 这么快 也不是没有感情 非常淡然 洗了地上的劳苦 我问那个牧师 那个牧师很有名的 我问那个牧师说 你是要教导 那个弟兄姐妹什么 他说 让我们感觉一下 死亡 让我们感觉一下 当有人 见识到你死的时候 他们的感觉 他们怎么怀念你 或他们还想跟你说什么 你就会发现一件 奇怪的事情 就是人最怕的是 要死不死 他很痛苦 我们在说这边说 在主里一起埋葬的意思就是 你要学习 你是死的人了 你是死的人 你对罪已经死了 你说我没有办法 我很大的负担 我很大的重担 我知道的 你等会 我们敬拜的时候 我们等会一点敬拜 剩六秒 等会先不敬拜 你祷告 你祷告 你说主啊 让我跟你一起埋葬 你埋葬以后 你就会一起复活 一起复活 我讲快点 一起复活就会有什么 像孩子般的 真正可以改变生命的能力 你怎么知道 你有复活能力 你会像孩子般的天真 你知道大人啊 因为我们都觉得自己很猛了 所以我们听一些道 或我们对于生命改变的能力和机会 啊 知道啦 讲是这样讲啦 讲是这样讲 好简单 好简单的 你人心啊啦 我跟你讲 你讲这个话 我奉主的名 更新你的灵 真的你要从灵里面 单纯的相信 我的主可以做成的 否则你的哈利路亚 是没有根基的 你知道吗 没有根基的 你都不相信神要做主 你都不相信神 就会让你从死里复活 神是可以做到的 这个要操练 你操练以后 两个东西就会跑出来 第一个 你就会在主里面 你会先学一个动词 叫藏在保守里 不是藏藏的藏 是藏 藏 你会被神藏在祂的话语保护当中 一生都是苦难 很多挑战 但神在主里 把你藏在祂的保护当中 你如果在主里面 经历了祂一起死 一起埋葬 一起复活 你就会被藏在 然后你就会显出 下一页 你就会不仅被藏在主里 你可以显在祂的荣耀里 真的可以显在祂的荣耀里 好 时间已经到了 我要来问一个 那个 这叫什么 反正问你一个问题 上年年纪 讲三堂确实 还是有点挑战 好 感谢主 感谢主 这个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信主多年都没关系 没有信主也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请问浪子跟浪人有什么差别 答案就是有差别 浪子跟浪人有什么差别 为什么差别 告诉我 好 有没有人知道 好 很好浪子可以回头 浪人只能唱情歌 因为有一首歌叫做 浪人情歌 对吧 好 看起来只是一个笑话 不是的 弟兄姐妹 我亲爱的家人 浪子之所以可以回头 是因为他有父亲 所以他才会被称为子 他才能回头 其实浪子跟浪人 都同一个人的 可是如果你不承认父 你就继续当浪人了 浪人只能唱世界上的情歌 有痛苦的歌 有忧郁的歌 有寂寞的歌 有兴奋的歌 有自我陶醉的歌 你可以唱各式各样的情歌 那不是真正的爱 那不是真正的光 他没有办法脱离黑暗 他没有办法帮助你进入基督 浪子可以回头 跟浪人所做的都一样的 福家福音家记载的那个浪子 他在外面活泼了一切 他忽然在与诸真实的时候 他说我得罪我天上的父 也得罪我地上的父亲 我想到我的父亲家里有粮 有个工作可以我做 我就去喂猪 我也不用在这边受苦 我有一个家可以回去 你知道浪子跟浪人 根本是同样一个人 当你不承认父的时候 你就在世上不断地唱着 这令人心碎的情歌 感觉浪漫却没有终点的 你是只能不断地重复这些旋律 好像没有人了解你的痛苦 浪子却不是浪子因为承认父可以回家 可以回头 我不知道 很多人都说 要做很坏的事情才是浪子 错了 不承认父在外面流浪的都是浪子 都是浪人 很多人也会说这个好像性别歧视 只讲男生 不是 在外面生命旷野流浪的人多了 为自己祷告 为家庭祷告 为这个社会祷告 为华人社区祷告 为世界祷告 很多人都在流浪 而他们唱的是他们以为 可以抚慰他们心灵的情歌 不是 我们也唱情歌 我们唱的情歌 却是有一个对象的 浪子只成为可以回头 是为他有父亲 很多人在世上 一辈子跟他的父亲关系很差 自己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 怪东怪西怪DNA 不要再怪了 或者要怪就一次给他怪完 没有关系 因为你怪完你也发现没有用的 你就全部给你怪完都没有用的啦 可是可以做一个决定 主耶稣 怜悯我这个罪人 你是光 我只要打开心门的一点点 你就可以进来 我不要再喜欢那些家言绝句了 黑暗不能驱逐黑暗 仇恨不能消弥仇恨 这都是很好的 但神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那人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这是神的应许 你要抓着祂的应许 祂说过的话 要祂负责 这是聪明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学会在主里面一起 跟祂一起 我们领受 我们的荣耀广众 可以的 听众姐妹为自己祷告 为自己祷告 特别是线上的朋友 好 我们现在低头祷告 我特别要为那些 觉得自己还有困难 就不能相信主啊 就觉得 George 我也觉得 I feel good about it 我也觉得有一些感动 但是 你知道我困难很大的 你知道我还是有一些实际的考量的 我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的神都知道 所以我给各位一个机会 就是你如果愿意真的 想要来认识这个信仰 承认主耶稣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可以真的活出 祂对你生命 所有一切丰盛和美好 你还没受洗 那线上的 实体的 你举手好不好 我为你祷告 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心里面 我每一次 我不管去到什么教会 什么会派 什么风格 我最终就是希望福音的种子 今天愿意赏识怜悯的爱 在我们的当中 神可以坐在那些 已经得着的人身上 神今天也呼召你回家 所以你如果 你觉得你要认识耶稣多一点 你说我都还不敢做决定的 没有关系 没有人是完全做决定 才能做决定的 想想看你的股票 你什么还没研究完就买了 没有人是这样子的 你连股票都敢做了 你不敢相信一个万军之耶和华 真神 你举手 你说我要信主 我们今天要 特特的为你祷告 已经迟到了你知道吗 已经复八分钟了 就是在等你们 我在呼召你们回家 回到主耶稣的家 我都是这样被呼召出来的 我们得着了那丰盛的生命 希望你也得着 有没有人要信主耶稣 请你举你的手 线上直接打加一 OK 感谢主 我看到一个弟兄 哈雷路亚 赞美主 很好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你做成的工作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但是如果你愿意 你再举进你的手 就是这时候 我请Pastor Juni来为你祷告 我也为你祷告 有没有人要相信主 你向神说 主就是现在 就是今天你要做新事 为我的父亲来祷告 为我自己来祷告 为我的孩子来祷告 没有问题的 你除了不举手 神都知道 不要怕 但是你一定要向神说 主我要祢 我要在祢的里面 好 叫我藏在祢的保守 显在祢的荣耀 这不是个空话 这不是个空话 我们所有的人 基督徒都经历了这些事情 好 叫我们在众人面前 我们也是有社会有地位的 这有转播的 这有online的 我们所说的 都是我们所相信 所经历的 在耶稣基督里 可以成为那新造的人 浪子可以回头 让人永远在唱情歌 不要唱情歌 要唱唱对主唱 你的生命有价值的 有意义的 你不要再自己找自我认同 没有答案的 耶稣基督是答案 有没有人要信主 好像在发糖果一样 有没有人要吃 吃这个很美很甜的糖 在你的生命有一个永留 让你生命里面 苦里面还可以发出喜乐 真正的笑容 有多少人成功了 孤单的一辈子 很多人觉得他一辈子 不可能成功了 觉得这个世界背叛了他 不是这样的 在主里每个人都有意义的 神在你的生命中吹气 在你里面复兴你起来 你要做一个不一样的事情 今天是7月2号 已经是下半年的开始 你的人生要大大的被神来翻转 举手相信耶稣加入教会 非常重要 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愿主祝福大家 我们邀请所有人可以站起来 刚刚我看到这边有人举手 这边有人举手 这边有人举手 如果现在还有人想要来跟随耶稣的话 我们现在邀请你举起你的手 因为我们全部的家人 还有线上的宿主要为着你 然后来跟着你一起来祷告 如果说的是你的话 现在邀请你高高的举起手 还有刚刚举手的人 邀请你再次的举起你的双手 让我们可以看到你 而我们所有的家人 我们所有的人同声开口 像是基督的肢体一起开口 陪他们做这个祷告 亲爱的父神 亲爱的父神 我感谢你 才派你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 为着我的罪死在十架上 并且在第三天后复活 我承认我是个罪人 今天我愿意回到这个家 今天我愿意回到这个家 求你成为我生命的主和救主 求你成为我生命的主和救主 我相信从今以后 我相信从今以后 我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相信从今以后 我相信从今以后 我的生命大有盼望 我的生命大有盼望 这个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这个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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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朋友 希望今天的讲道 对你来说 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不要停在这里 可以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 觉得有需要的亲朋好友 你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你就不会 miss 任何最新的影片 再来每个礼拜天都可以邀请你 加入在我们 Hope Nation的一份子 一起在线上加入我们的线上主日 最重要的是 如果今天这个讲道 对你有帮助的话 我想邀请你成为我们的一份子 透过奉献 可以点选奉献这个线 加入在我们的后的大家庭 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 把这样的影片 这样的讲道 传给更多有需要的人 谢谢你慷慨的给予